国民党主席当选人朱立伦二号中午来到花莲进行了感恩谢票之旅 不过朱立伦她必谈人事规划级无党级立委复婚旗 是不是可以恢复党级等问题 而对于38架共激扰台创新记录 对此朱立伦她喊话对岸 两岸关系是重中之重 希望对岸可以让民众安心 不要再有共激扰台的情形 国民党主席当选人朱立伦在花莲 拿下了4成6的高得票数 二号中午朱立伦来到花莲感谢党员同志支持 虽然受到前一个行程延误迟到将近45分钟才抵达现场 大家久后多时 不过一看到朱立伦进场 支持者还是相当兴奋高声欢迎 朱立伦也呼吁支持者团结相提 明年选举一定要在花莲学来打 国民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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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我们2022年的选举 花莲也好 全台湾各地都要能够团结 都要能够胜选 这是担任党主席最重要的目标 2024年从反执政 这才是我们大家最高的目标 大家知道对不对 对 对于昨天38架共军扰台 还有立法院国民党杯葛议事等问题 朱立伦他也都一一的回复 两岸关系是重中之重 我们全民最希望的就是 能够和平能够安定 能够安居乐业 不管是执政党在野党 所有的民众是一样的心情 我们也希望说 不要再有所谓的共军 共击扰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任何的让大家不安的情况 朱立伦想请教一下 现在国民党在立业用全面杯葛议事等 那杯葛会导致这些预算卡关 然后会影响地方的预算 那黄伦宇自然呼吁说理性探讨 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第一个要理性探讨的是民进党吧 我觉得苏贞昌院长应该诚心诚意的 就三加十一是不是造成破口 以及跟民众好好的道歉 这才是民众关系的重点 如果民进党政府展现出诚意 没有人要去杯葛他 另外针对党务人事布局 朱立伦强调下个星期二 会提前就职 届时会公布第一波的党务人事 接着会续聘任相关的人事 而至于针对花莲县长徐正贵 回复党权 立委傅昆奇回党的问题 他就表示等他就任再说 选择访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ін城 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отдел点哦 1-2-3-3-5-3-4-6-6-7-7-9-9-9-0